快很多 大概可以節省一半以上的篇幅跟時間 真的 用微分來做會快很多 但是這一題我要講第三個觀點 這個第三個觀點我覺得 就要看你對數學的東西熟不熟 第三個觀點你知道跟誰有關嗎? 跟這個油拉長數其實有一點關係 我們剛才在證明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其實沒有證 我要跟你說這個東西它會怎麼樣 這個1加上1分之1的n次方 對不對?其實證明的過程裡面 我們會證明它有上界對不對? 它是不是會小於3 這其實是可以證的 這其實可以證 然後我跟你說 來 如果這邊我寫一個n 這樣子 童學你可以接受嗎? n只要大於3的話 就讓我這樣寫好 你懂不懂? 如果這個n比3大 n比3大 其實n不管是誰 n不管是誰 n比3大的話 這個傢伙一定比3小 你知道我在講座嗎? 其實n不管是誰 它都會比3小 n比3大當然這些事情也是成立 所以如果你了解這些事情的話 你就發現這個1加上n分之1的n次方 是不是會小於n 對吧?你同意這個看法對不對? 好 那我跟你說 我現在我只要把這個式子做一個小小的改變 它就變成這個式子 你知道做什麼事情嗎? 我們兩邊只要同乘上什麼東西就可以 我跟你說 你只要同乘上n的幾次方? n次方 來 我們兩邊同乘n的n次方 n的n次方乘以它吧 n是不是可以乘進去?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得到n加1的n次方 會小於n的n次方乘以n是不是叫n的什麼? n加1次方 我跟你講就是它 好啦 沒有關係啦 哲學 這個我們就是大概跟你提一下 就有這些東西 你有興趣的話 你用數規法證明看看 這個東西 好嗎? 最後我們再講個小東西 這個油拉數很重要 有多重要你知道嗎? 最後來 1 2 3 4 來 最後寫個5 我把正面黑板寫完就好 來 我們以前學LOG 來 同學問你 我們以前講LOG2 超學 底數如果沒有寫代表底數是什麼? 講話 底數沒有寫代表底數是誰? 10嘛 這個叫什麼? 對數你知道嗎? 常用對數 這叫常用對數 我們高一都教過嘛 這以前大家都清楚 因為常用嘛 所以這個死後來大家就省略不行對不對? 好 那我跟你說 以後你唸大學 你很少遇到LOG2 以後你唸大學會學到這個LOG 那它的底數如果換成這個油拉數 叫做1 來 那比如說這樣子 如果底數換成1的話 這個時候 它會有另外一個寫法 它會寫這樣 LN2 它不會寫LOG 大學以後就很少看到LOG 都會寫成這個LN 那這個LN是什麼東西呢? 它不是常用對數 它叫做自然對數 好 這叫自然對數 所以什麼叫自然對數? 你的對數 你的底數呢? 如果是誰? 如果是這個油拉長數 不是 不是油拉長數 如果是油拉數的話 那我跟你講 這個對數叫做自然對數 叫做自然對數 讀大學的時候最容易遇到這個東西 可以嗎? 這個先跟同學講一下就好 好